各位,今早起床,看到一篇很開心 香港的教育局終於就這次DSE入面 歷史科試題出現問題 發出了一個強言有力 而且非常合適的通告 用作者名就是 他們的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 題目就是 歷史教育所謂何事 澄清了教育局和各個教育單位的關係 和歷史的重要性 我非常開心 香港的高官做事了 我和大家讀一讀這篇文章 文章本身寫得非常好 所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正如我還說的題目就是 歷史教育所謂何事 署名就是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 他裡面是這樣寫的 歷史教育是全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香港的課程之中 中學教育階段分別設有初中和高中的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程 讓學生從探索過去人類文明的遵程 認識國家和世界的歷史 從而培養對國家的認同 世界的視野 還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在研習歷史過程之中 學生固然要學習 運用歷史資料 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 但從歷史吸取教訓 以史為鑑 是歷史教育有別於其他科目的重點 自有其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圍道 近日 個別教師的不正確中國歷史教學 部分教材的鑽寫方法 以及公開史中出現偏頗徹題 更引起社會上極大的爭議 就這些問題 教育局詳細說明如下 認清基本史實 培訓學生思維 歷史教育十分重視 學生能夠認清重要的史實的基本內容 以鴉片戰爭課題和二十世紀上半業 中日關係為例 由於前者 學生須認識鴉片戰爭的背景 鴉片的禍害 清停禁煙的過程 鴉片戰爭爆發的導火線 戰爭經過 簽訂南京條約 以及鴉片戰爭的影響等 有關的教學材料和教科書 必須清楚和準確交代史實 另一方面 歷史教育的重要角度中置之一 是讓學生在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史 對民族文化的角度 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因此 學生雖然可以認識其他立場 對於鴉片戰爭的看法 例如指稱鴉片戰爭為中西文化衝突 及英國擴展貿易結果的外國觀點 但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 教師須清楚讓學生知道 鴉片戰爭後簽的是不平等條約 以及在1972年 香港在聯合國的議會上 被踢出殖民地之列等重要的史實 絕不能教學生以旁觀者自居 或教授不符合歷史發展事實的觀點 歷史教育重視培養學生 從不同角度思考的能力 其中一種常用的教學方式 是教師提供全面的史實 和不同角度的評論資料 並作出適當引導 讓學生通過思維 建立分析判斷能力 作為正確價值觀的基礎 但是歷史對某些事件 已有強而有力的定論 選取的資料應正確反映這件事件的事實 尤其對於還在基礎學習階段的中小學生 這個更加重要 故在中小學從事歷史教育的人士 亦應按學科課程要求 選取而有學者論述支持的主流意見資料 以作殺從小建立人民道德及歷史方面正確的價值觀 然後提到優質的考核題目 需要全面客觀持平 有時候這個方式亦可應用在評核試題目 甚至公開考試之中 但有幾方面的原則必須專搜 首先課題基於歷史研究 屬於有足夠空間 可供中學考生討論的事實人物 一些牽涉大是大非的題目 例如侵略、屠殺、種族清洗等 完全不應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 亦都不可能有國家會放在課本裏面 甚至試題中有學生討論其利弊 這個是基於人類兩知的共識 亦是學生對承受慘痛經驗 民眾同理心的教育 考題可以要求考生 評論某一場戰爭一方面失敗 另一方面取得勝利的因素 但這不適合道德價值的判斷 然而本年的歷史科文憑士 有考題問學生 是否同意在1900至19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眾所周知 日本於1900至1945年間多次發動對華侵略 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喪命 有人嘗試用合理化這個命題 硬說是一個開放式的體型 考核技術層面可以容量學生得出 被多於利甚至百害而無一利的結論 這個是完全失招的詭辯 實際課程和正常教學也都不會與中學生 探討日本侵略 為國家帶來的利 而所謂的利如何衡量 對誰有利 與戰爭中人命相亡 怎麼可以比較 接受外國的援助 或被外國侵略是否可以說成互相量度 互相比較 互相抵消的利和弊 第二 試題要求學生 展示的能力 需符合其學習的水平 亦都不是所有的複雜問題都可以簡化 簡單化而不留於偏頗 有學者早已指出在上世紀上半葉的歷史 交織錯中複雜的人物 社會階層 國家等的互相關係和種種 中環交錯的事件 又涉及文化 經濟 政治等力量 互動的複雜考量 即使是大學的學者 也需要慢慢疏離的問題 高中的課程的深入程度 還未達到仔細分析上半個二十世紀 中日這些複雜的關係 故要求中學生在二十分鐘內 就自己所知來處理 超越他們能力的題目 完全不合理 亦都沒有異議 此外 任何歷史題目 如問及不同角度或者看法 所提供的資料 不應該偏側於一方的觀點 應該讓考生能夠從不同的角度 認識和了解題目的中心 如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一 歷史資料題 應從不同角度 如當時的國際關係 各別國家的利益 民族主義的興起等 協助下生作出公正持平的結論 文牌始終要求學生討論 1900至19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題目 所提供的資料 只是偏向日本在二十世紀初 對中國的援助 資料的重要性 與日購侵華部限相比 完全不成比例 再者 題目所提供的資料 必須與題目考問範圍配合 如果題目問的時間是1900至1945年 但只提供1905至1912年的資料 引導學生透過不完全的資料 評論一個較大時空發生的事 因此命題是偏頗的 極不理想 因為徹題已有問題 其進度和效果難以量度 故題目取消是合理和負責的做法 亦符合學生的利益 更加重要的就是 中左手之 日本當年發動對華侵略 抗日戰爭 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喪生 公開示的題目 引導學生學習 以及思考日本帶來的利 與侵略帶來的傷害衡量 不但對課程中止不符 更加嚴重的傷害了在日本 侵略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 包括仍然在世的抗日英雄和義士的感情和尊嚴 亦都不符合中小學歷史教育之意 難怪不少社會人士救病 我們對此深感遺憾 想到考評確有智慧棒的作用 一口會否鼓勵教師再用 要教授學生量度日本在這個時代對華的各種利 跟侵華的幣屬多屬少 屬輕屬粗 實際難以想像 多管齊下 培育新的一代 歷史教育是任重導遠的學校教育工作 加強學生正確認識歷史 培養他們在國民的身份認同 是教育同工持續努力的目標 我們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提升學生 對歷史的認識 包括規定中國歷史 是初中的獨立必修科 學校必須提供足夠的課士 向學校發揮發放推動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一筆個津貼 組織多元的活動培養中小學 組織多元的活動培養中小學生欣賞和傳承 中華民族的卓越精神和文化 配合新修訂的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課程中一至中三 加強對教師的專業培訓 包括對歷史有關的內地的考察團 亦可以協同專家學者製造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 嚴格審批兩科歷史的課本 因發生個別教師不正確教授鴉片戰爭和文憑試考題事件 我們在特意上載由專業前線教師編制的教學資源 供大眾閱讀 希望公眾不要因為有個別人士的錯誤 而誤以為所有歷史科的教師都是不專業 我們期望能夠與教師和社會人士一同攜手 為學生剃造良好正面的學習環境 培養他們良好的品格 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傳承不少令人欣賠的歷史人物 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感 當執行課程和評估的過程中出現問題時 尤其是涉及教育和考評等機構 教育局有職責維護教育的專業 並基於補助學生和公眾利益而採取相應行動 予以矯正 教育界包括不少教育團體和資深校長、老師以及媒體 都認同題目存在重大的問題 因為有關試題他們可以接受的考驗題目水平甚遠 未能有效全面客觀評估考新的成績 教育局要求取消有關題目目的是為保障考新的利益 在教育的議題上 教育局不是無關的第三者 亦都不是純粹資源提供者 而不需要負責教育的質素 因此教育局對試題表達 開發及提出處理的意見 絕非以政治干擾考試 我們在此強越呼籲所有在不同教育崗位職位的教育人士 反思教育的使命 不要被教育專業蒙羞 2020年5月17日 這篇文章我寫得非常好和貼題 在我少見這麼多官方發出的文章之中 寫得非常好的其中一篇 在這裡有一點我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提到的題目本身 考考的深度和學生與其能力之間有什麼關係 從我們做教育的評核中 我們就包括評核的標準 第一當然問題一定要符合課程 問題不符合課程 這就不可以作為一個評核的工具 第二就是評核的標準 應該在一般學生的能力之中 而因為它是設在學生的能力中 所以能力高的學生 對這個題目的回答就會有深度 會高一些 對這個題目沒有這麼好認識的學生 也會答得比較膚淺一些 低一些 但如果你把題目設得很高 離開了學生的能力的話 只是有小部分非常有能力的學生能夠作答 而其他大部分的學生 會提出一個非常膚淺的答案 因此在分野學生的能力上 它就沒有了這個作用 即是不能夠把學生評估 評估它到底是屬於多少分 因此我們設題的時候 那個題目和考生的能力是非常有關係的 在這篇文章提到這一點 就是在後面重複幾次 就是認為這個題目所問的深度 是遠遠超過中學生應有的能力 因為在二十世紀上半月 那個國際局勢形勢是非常非常複雜 正如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 一個博士生他研究就是這個時空 而他是要用很多練專業的研究 才可以稍有認識 這不是一個中學生能夠應對的深度 所以這一點我做了附帶的解釋 讓大家知道 我們老師出題目其實有很多各方面的考量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題目的深淺度 是要符合自己學生的能力 而這個題目應該就是中間 讓大部分學生可以因為這個題目 顯示到他不同的能力 以便我們作出一個適當的分數的分配 讓學生才可以達到我們平衡的目的 這一點就和大家附上 其他方面我沒有特別的補充 我覺得他這個寫得非常好 在這裏特意和大家分享 因此大家會見到在正話 全程看到的字在這裏 大家可以聽著我讀和看著語文 多謝大家 都是有一個角色的 我們可以調羅補充 我們可以調羅省